网络啊 网络的言论 不管大家常常听到的网络水军啊 或者是网报啊 什么一大堆事情 不过这个中国的国安部跟国家 网讯办 网讯办公布了一个国家网络身份 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的 这个征求公开意见 那清华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呢 这个劳动宴就提出了公开的反对意见 然后被禁言 这件事情呢 我想对我们这个从事媒体 或是在网络上常常发表意见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军团怎么样的看待劳动宴事件 对劳动宴事件 是要能沿着两个维度展开 一个维度呢 就是这个劳动宴他反对的这个认证制度 这个认证制度 我觉得是跟中国的技术啊 等等各方面发展 因为劳动宴他在说的理由 就是说这样就使得中国公民 没有隐私可言 当然隐私权这个事情呢 大概就是在美国人是最关心的 其他国家人其实都不是特别的 就像中国有的人说的 不光中国人说啊 那个谁 那个蓬佩奥到捷克 捷克那个也问他 他说他要不做坏事 他干嘛怕警察知道他 就说 那就说但是呢 这个这个确实呢 但是不管怎么样 劳动院提出这个问题来说呢 中国进入数码极权主义之后呢 如果再加上这些各种 像这种认证制度啊 等等出来之后呢 中国公民确实就一览无疑的 会被政府给控制 这个当然在自由民主社会中 我倒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因为就是定你罪的话 比如警察面证定 你要经过司法程序 这个很难 就是说警察无非就多知道点你的事 但是很难对你造成伤害 如果警察不当的泄露这个信息 他就要陪你对吧 就如果对你有了造警察有连带责任 直接用信息伤害你和那些警察要负连带责任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对自由民主和法治社会 这个危害不是那么大 但是呢 对于中国这些来说呢 那就这个比较危害比较大 因为中国政府是可以任意抓人 可以任何迫害你 而且特别是 当然说中央政府有多大动力 做这个习民恨吧 他都恨 他也就恨那么几个人 他也不会是个14亿人 他不会这个分量非常小 问题就是说呢 还有地方大大小小这些官员 还有警察 如果他恨你的话 他中间整个什么事出来 你呢 中国又没有足够的法律 就被自己辩解 所以这事让大家觉得比较关心 第二个 我觉得劳动院本人呢 他现在由于反对这个事呢 遭到了网上的报名的攻击 这件事情我觉得 现在成立一个好像比那个事更大的新闻 因为东共要打造一个数码 极限主义 大家谁也知道没有办法 只有劳动院这样还敢于直言 那你说劳动院是政治也罢 你说他还是有点迂腐也罢 反正他敢做绝大多数人就准备认这个事了 就你搞就搞吧 反正准备认这个事 但是呢 他因为说了自己的言论 而且是为了维护大家的权益 结果遭上网上报名的攻击 这个现在是一个 那我觉得其实这还是个开端 劳动院现在可能还不服气 以后可能他又有更多更大的麻烦出现 这是呢 在中国这种国家中呢 特别是人们有起哄驾秧的习惯 有落井下石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大家都想在这个过程中 就而且到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整人认到后 就是大多数这种整人的能 人的其实已经不再是 真的要整个什么坏人 就在那起哄驾秧 就变成了一种享乐式的这种游戏 这种我觉得是中国非常不好的 这样有像比如仇日啊 还像等等一样烟运动似的 他好多到很多人在那 加入这种运动 跟他这个参加一场 比如要假如有一天突然迷运爆发 他增加迷运 其实他们就是一种 在这个过程中好像一种过节的感觉 就是在整别人的时候 一种围攻别人 一种过节的感觉 你提到那个后续 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 是什么样的大问题 那当然就是对他继续进行为 你看一下方方 人家说现在劳动院是第二个方方 方方遭遇的这些东西 劳动院其实还没有完全遭遇到呢 往后看吧 一样样都会出来 但是呢最后中国政府会不会收拾他 这个我倒觉得可以 因为呢清华大学毕竟呢 还是可以提供一些保护 因为我认识清华一些 这个比较也是在中国 也是有影响的 非常有影响的艺人士 这些教授 我是知道他们系里头 乃至学校都是有人 还是保着他们 那个圣明 他这边提到这个办法里面 提到可能未来以后要平号上网 跟持证上网 刚才提到影视权的问题 你怎么看 呃我觉得我在给10年以前吧 我给习的第一封信里面我提到这个问题 我说就改革开放和互联网的出现呢 使得言论自由啊就成为一个问题了 对吧成为一个潮流 就党呢既然不能控制思想 那自然也就无法控制言论 人生有一张嘴呢就有说话的权利 他生一个大佬呢就有思想的权利 同样也有呢不同意其他大佬的权利 这是这个执政党必须要面临那个问题 尤其在网络出现以后 就我们知道在那个极权制度下 以前苏联有个不同政见者 就相当于现在中国的民运人士吧 一个叫MateGF 有点像现在总理的 他写过一本书 这个书里面呢 他说在一个极权制度下面 有六项基本原则 必须要遵守 违反了一项 可能就是死刑 哪六项呢 第一条就是Don't think 就不要想 第二条呢 就是If you think, don't speak 你想的话别说 第三条呢 如果你说的话呢 If you speak, don't write 就别写出来 第四条 如果你写了 别发表 就是If you write, don't publish 第五条呢 If you publish, don't sign 就你发表了 别数名 最后一条 If you sign, be quick to recant 如果你数了名的话呢 赶快忏悔 赶快就是取消,道歉 他说 the violation of either of the six could be a death penalty 可以就是死刑 这就是所谓真正的极权制度 他就是这六条 George Orwell呢写了那个1984 在1984里面我们都记得呢 有个Big Brother 对吧 一个老大哥 那个老大哥是无处不在 叫Omni-President 但真正的极权制度下 如果你经历过文革 你会发觉 George Orwell还真不了解极权制度 真正的极权制度中间的不仅是 今天中国不是那样 那现在呢就确实是他有一个 政治和一个 一个伦理的一个辩论在里面 比如说最早的时候 搞网络什么的 人脸识别制度的时候 很多人反对 所以那也是就是以隐私的方式 到今天为止 美国这个技术很难发展起来 其实跟这个隐私权有关 中国最后呢 还是把人脸识别那个 普遍了 就你现在到中国去呢 基本上犯罪是大量减少了 不是说人的思想水平提高了 而是说他犯罪的那个 可能性呢太小了 被发现的几率太大了 偷窃盗窃这些在诸实抢劫 这些基本都不可能 他是全部监控下面 所以他实际上是有利有弊 就说人脸识别制度 就如果说人脸识别制度呢 是对你的身体的控制的话 那现在开始增集意见的这个 就网络认证制度 就网络市民制度呢 实际上是对你言论的一个控制 该不会控制控制到什么地步 那是另外一个讨论的问题 就再进一步 如果说就是马斯克所研究的那个脑机 对吧 接见这个成功的话 就直接你脑子里面可以 那实际上就对人的思想的控制 你怎么想的我都可以知道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他的利和弊 其实确实是可以辩论的 劳动宴写的这个东西呢 他是从中国传统的自由派的角度 对他提出挑战 既然你是公开的征求意见 那他呢公开的表示反对 我不觉得他做了有什么错 还有就是这个人呢 他现在呢也不在中国 他在海外 在加拿大 就是他以后是回去还是不回去 这都要看 伟东你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这网络身份认证 跟所谓刚才声明提到的这个言论控制 我说这个事呢 就像要说这个北战科会议一样 我得先 前面因为我一开始我就说了 他们那套征求意见稿和那个内容 我都看了 这个我首先呢 对劳动宴表示支持 这个这个是毫无疑义 你公开征求意见 人家公开提批评意见 这有什么这个这个大不了的 遭遇网报呢 这是但是好在这不是官方的 遭遇网报这件事 本身可能也受到了批评 这个他提不同意见 这个这个很正常 而且这个 而且就应该提出不同意见 既然你公开征求意见嘛 老门宴那个那个帖子 我看到我当然后续 我没有继续跟踪了 这个看到他第一次是说 既然征求意见 为什么不让这个这个 说不同意见 对不对 这个这个是毫无疑义的 劳动宴是正式正确的 遭遇网报是不对的 好在呢 也没有受到这个官方的 什么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呢 这个就这个事情本身 劳动宴提出那个东西 包括刚才盛平提到的 关于言论自由的这些个担心 我从目前的征求意见稿上看呢 我没有看到这个担心的合理性 因为现在所谓的网证是什么东西 这个他只是公布了67款APP 就手机上的或者电脑上的 这67款APP的试点 据说呢已经扩大到了71个 这些个试点呢 是原来这些个 这些个APP本身就是 跟大家要隐私的 你想玩一个什么游戏 你想上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 反正他跟你要一堆资料 这个我最近呢 有一个 我不会玩很复杂的 现在的网络游戏了 就是手游类的 比方说这个拖拉机了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军旗了 这都是我这种老一代 玩的这点东西 现在这俩都遇到了 他跟我要我的资料 然后我就只好不玩了 我到网上去 这个这个这个 他让我实名认证 给他电话 给他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就我就这两个软件 我就放弃了 那么现在呢 他这个国家 这个这个这个 政府那边公布的这套东西 就是说要把这些个东西 给限制住 你呢 本来在公安那个系统上 你就有一个真名实现 你在公安系统那 本来就是真名的 银行系统也有 以后呢 这些东西呢 要求这个自愿 添报这个申请的人 就不用再给这个 刚才我说这叫多少款 67款 71款APP 再给他们资料了 我给你个网号 你的所有的真实情况呢 都在我原来公安这块都有 你这个不可能是假 这个网号 包括一个网证 给你之后 这些APP再给你要 你就给他一个号 说我这个都已经 这个经过国家 你验证了 我我就是真人 这就是我 我的网号就真的 有这网号 你就别跟我 再要别的东西 因为呢 这些APP呢 这个这个经常是 搜集了每个人的 这个资料之后呢 有对外出卖的情况 包括电话呀 住址啊 然后导致 网络诈骗盛行 对 包括这些个 这些个东西 都跑到海外去 被大量的人 这个这个这个流传 就现在我们能够 接到诈骗电话 而且很清楚的 知道你是谁 姓神名谁 包括我在美国 都接过很多 来自中国的 台湾的 或者是杰普赛的 这样的诈骗电话 都好多回来 都是这些APP给卖出去的 你也很难阻挡 他把这些东西 给你卖出去 所以呢 他要这个网证 网号的时候呢 就说你本来 在我这就是公开的 这个呢 我现在给你个号码 你认证一下之后呢 以后在所有的商业渠道 再给你要 你就不给他 你给这个号就行了 人家出台这个东西呢 第一个目的 或者说主要的目的 就是这个 那会不会影响 大家上网呢 比方说你现在 在中国啊 要上网吧去 找一台电脑 说我现在 在这个网吧玩一会儿 玩游戏也好 或者我要利用 这个计算机 电脑也好 网吧门口 都得验证身份证 就说网吧上网 那个人 也都是神明的 所以呢 我这首先说的是网吧 至于比方说外边的人 说我既不玩这些APP 我也不要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我也不给你提供 任何资料 我是从海外来的 或者说我作为中国公民 我连我连身份证 我都不领 这个不影响他上网 也不影响他匿名的 发布言论或者信息 现在呢 看不出来这些个网证 这些网号 对这些事有限制 然后你说我要发表 这个匿名信息 这个刚才我说了 你在那个 现在你打开 打开什么百度啊 什么这个这个 这个新浪啊 他那里出了一条新闻 然后下面的一个评论区 你说你要匿名发表什么 你随便发 他要想查你 顶多查到你那个IP地址 这个这件事 并没有受到 这个网证的限制 说你 因为你要不办网证 以后连这个网也上不了 包括你要处理邮件 你也是上不了 没没没看到 他限制这类东西 他只是说 我为了你好 然后呢 这个那么多 这个这个商业APP 都在跟你要资料 你以后就给他一份 那个在我这 已经登记过的数码就行 到目前为止 我看到了 他的征求意见稿 和要干的事 就这么一条 然后你说 我要这个这个 这个到微博上去 微博本来就是实名的 你不你不实名认证 已经没有办法了 你实名认证之后 这个微博上会显示 你这条发言从哪地址 但是呢 他不会 你实名认证了 微博后台知道 腾讯后面知道 这个这个 但是呢 微博是新浪的 这个这个 然后呢 他你可以在网上采用假名 这个他也没有限制 那么以后呢 可能连腾讯也好 或者是什么 这个这个新浪也好 再是注册新微博的时候 因为你有了这个网号 和网证呢 你给他这个东西就行了 他后台可能也就不掌握 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东西 他不掌握 他不能强行要 因为国家已经给了你 网证网号了 限制他强行要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看到的是 对各种商业机构 商业行为 攫取个人信息的一个限制 看不到跟现在的 所谓言论自由 包括打压有什么关系 至于这件事 以后的发展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到目前为止 看到这个东西是这样 我就说这些 我补充两句 就像国家干预 本身没有错 就横琴也讲了 美国也有国家干预 中国也搞 但国家干预呢 你看你什么指导下面 如果你按照政治正确 去干预经济的话呢 那通常就是错 你按照经济规律 去干预的话呢 国家干预往往就是对的 那同样的 这个也是一个商人间 就是对网 网民的这些控制吧 就如果他是以这种人来控制一些谣言啊 一些诈骗啊 他这样做就对的 如果以这种来控制呢 思想的自由 那种正常的讨论 那就是一个错的 他就走到了 就同样一个技术吧 你可以看你怎么用 就是 恒星你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中国官方可能或是没有的这种反应 对劳动力案 前几天突然呢 就有很多的朋友啊 原来有认识的 有不认识的 就在网上呢 就发言 然后呢 而点发链接 就是说呢 要求大家呢 去对这个征求意见 这个网络 这个网络身份认证呢 这个征求意见呢 提出反面 提出这个no 突然就出现了 后来呢 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 我就去看 然后呢 一看呢 大家反对的情绪呢 非常之高 为什么 我想啊 为什么 如果啊 都是按 这个刚才说 大家都是善良 善良的角度呢 去考虑这个问题的话 那呢 这个事呢 这是好事啊 对吧 好事啊 这是针对这个坏分子啊 针对这个 这个造谣 啊诈骗啊 这些方面 但是人们想到的是 可能更多的 这些网民 他所想到的 实际上是什么呀 是疫情当中啊 大家都记得 这个红黄蓝 红黄绿这个码 大家都记得 那个事件 对吧 那个时候呢 你任何一个人 都只有拿这个码 你才能够出行 你才能够 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 否则的话呢 就会有问题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啊 就当时在郑州 那个 这个河南农商行 四百多亿的 这个 这个存款 就不一而非了 对吧 那这些网民 这些在网上存款的储户 当时想尽一切办法 都联系不上 这个郑州 这个农商行 那怎么办呢 就要去 到郑州去 要解决这个问题 到线下去解决 结果很多人啊 到了郑州以后 发现自己 突然的发现自己呢 说这个 这个健康嘛 变成红马了 变成红马了 谁有这个权利 变成红马了 所以当时呢 很多的问题 就出来了 大家就在问 说 你凭什么 给我变成红马 变成红马了以后 就是怎么样 你没有办法 做公共交通 你没有办法 打出租 你没有办法 住旅馆 你没有办法 去这个餐厅吃饭 没有办法 去超市买食物 后来之后 我们有一个录音呢 北大的同学 这个北大的校友 就录音 他打12345 城市热线 结果呢 城市热线就 人家就问他 那你现在在哪 你在哪个旅馆 我们去找你 当时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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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校友 就非常的 愤愤 当然就说 我他妈还能到哪 我现在在27广场上 坐这呢 我哪都去不了 就是你把我的马 给我动 对吧 你把我的马 给我动 那就是说 这个权力谁才赢 就是大哥才赢 对吧 所以呢 这一回啊 这个 这个 网信办和公安部啊 最后联合呢 搞了一个征求意见 我说啊 他就是纯粹是夜宫耗龙 为什么呢 征求意见 最后你会按照 征求意见的这个意见 最后呢 多数人的意见来做吗 不会的 结果呢 劳动院教授呢 最后站出来 站出来呢 批评他 他认为呢 这个网络身份认证 就等于是国家 在每一个网民身上 安装了一个监视器 盯着你 这只眼睛都安在你身上 对吧 让你随时 让你无所遁形 对吧 所以这就是他的观点 他提出来了 你不是公开要征求意见吗 他提了他的意见 最后怎么办 最后就把他禁言了 把他的微博给封了 对吧 你说你是要真的征求意见吗 你会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去做吗 但是啊 我在这个事上 我倒觉得啊 我愿意为 为这个劳动院教授呢 应该为他鼓掌 为什么 他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的责任 对吧 他面对这种压力 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限制啊 什么的 他勇于出来 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啊 他在一直在肩负着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应该尽这个责任和良心 现在中国呢 有一个通用词啊 就是一个popular的一个词 叫冲塔 就明知道这地方是个塔 哎我呢 冲怎么冲呢 这个塔也倒不了 但是你要去冲 哎 早晚一天会冲到 所以呢 我觉得啊 这个现在就是劳动院教授做的 我觉得这个事呢 是我们必须大家都应该去做的 好 劳动院案子未来怎么发展呢 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啊 这个不过刚才他讲吗 常说明讲了 他人目前在加拿大 到底会不会回中国 我们可以来看看啊 不过谈完劳动院之后呢 谈谈胡锡进啊